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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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是呀 人全到 谁让你进来了 出去 出去 懂吗 这是我的店懂吗 我的 他 从现在开始正式被开除了 这个案子结束了 庭长问你是否需要修正一下 不用 替我谢谢庭长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平时工作太忙 难得静下来去考虑很多事情 对自己有一种陌生感 可不 现在院里都在议论你呢 庭长是逢人就夸你工作能力强 想要把你要过来 可是大家又都在议论 你是要回京的 我从小到大 我从小到大 都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 可是没想到静下来 还是被自己瞎了一跳 你指的是什么呀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曾经老是自以为是的 能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 你为自己不平凡 可是没想到拥有的 却是最平凡的情感 我真的达不到 我自己所想象的那个高度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普通人 尽量说服自己提高吧 耿红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准确来说 应该是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 没什么 谢谢你 小刘 今天陪我聊这么多 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小熊挺可爱的 哪儿来的 别人送的 别人送的 女朋友 真的是女朋友 在哪儿啊 漂亮吗 好几个人和我打听你呢 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现在看来都要伤心了 我女朋友丢了 丢了 丢哪儿了 找回来就是了呗 找回来 有些东西丢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说你还真让人给开啊 人家英雄谢幕都是掌声啊鲜花啊 你这好像连花都让人给端了 真的她是英雄里面要欺负她 这不对啊 不是你也是 你不是说好把店发张小生一年的吗 你怎么就给人撵走了呢 你鼻子底下那是嘴吗你 这关你屁事 我能开这店这么多年 那是我的本事 那张永生能给我干这么多年 是他的本事 那我能用他这么多年 那是我 我更有本事 知不知道 再怎么说 你也是驴那会儿的 我说你越说越来劲不是 我我说没有没有 你别你别误会啊 我说你驴是夸你 是说你能干 有吃骨奶老子精神 你他也是 不是我我就是想问你 你是不是恨你姐呀 你跟他有仇啊 你老欺负他 你说呢玩点脑胖吗 妈 吃点水果啊 嗯 那 那么明天自由活动 后天咱们就回去了 你看该办的事在那抓紧时间办 还有什么事啊 见张永生啊 你约一下 我听大友说 你不是跟他吃过饭了吗 是上次那是非正式 我饿了 这次是正式的 意义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张永生不是一般人啊 你也觉得他不一般啊 那你约约完了冲准我啊 不是 爸 你说现在妈这情绪 是不是得回避一下呀 行了 有我了 你就别操心了 那咱能不能先见大勇之前 先跟狗吃顿饭 为什么 不 我得把姐夫住院那钱还给他呀 那钱又不是你姐的 这你不能管了 那您要是不陪我去的话 我就让大勇陪我去了 我要跟冷江谈林准的婚事 对 谈 谈林准的婚事 一定要谈 谈婚事 小伙子 你人长得挺帅的 应该有一口心肠 八戒八戒你二姐夫 这没错 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当英雄啊 不是 我说就冲你这几句话吧 你这老板还算及格 可是你有本事你别让他流浪啊 别给他撵出去啊 我流浪 我也不会让他流浪的 我是那种人嘛 我说你长得挺精神的 你就是长了一双狗眼 你就是 不是 你说什么呀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把眼睛震出来 当泡菜的时候 你就成功了 你敢骂我 我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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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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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没说今天就把电给你对吧 对 走吧 别在这闹了 那行 干什么呀 不是 他这都什么意思 意思不都说清楚了 让你对你二姐夫好点 要不然你二姐会恨你 这是一什么人 这是一好人 别看犯糊涂 但是咱们家上上下下都一直沾着他光呢 连你自个儿都沾着他光呢 行行行 确实啊 他帮咱是情意 不是欠咱们家的 所以说 这是一胡了八都的好人 不就是一房子吗 我住了几天你该收账收账不行吗 多了点事 你还是挺有立场的 得了 我太困了 我再睡会儿去 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跟你可不是一伙的 跟人耿红比 比得了 耿红说了 最近没时间 不是 那他不来 我这钱怎么还他呀 不是 钱的事不是说了吗 不让你管吗 你你连一连一声 小杰他们什么时候来呀 不是 这事啊 这事咱就别着急 怎么 怎么能不着急呢 这事不着急啊 啊 不 这事不急什么时候急啊 我跟你说老林 你这辈子就是 一辈子不着急 不着急 不着急 老了老了 到这正玩了你才抓瞎 你怎么不吸取教训呢 不是 不是 这 这 这事咱们 咱们再商量好吗 有什么可商量的 我告诉你 没什么可商量的 那小杰和他妈都跟过来了 都火上眉毛了 啊 哎 你不说吗 你总说要抓主要矛盾 这就是主要矛盾 你说这不主要 什么主要 啊 你给我说说吧 什么是主要矛盾 我听听 说呀 说呀 什么主要 什么主要 小杰啊 啊 这东西都准备好了 明天呢 你让林准把林家人叫 妈请他们全家吃顿饭 凭什么呀 我还觉得他应该请咱们吃饭呢 人家也不请我们呀 我们请人家啊 能来就是给咱面子了 上次上咱家都怪妈 这次啊 我看他还怨谁 这次呢 老林跑了个第一也是个由头 正好把他们全家都叫来 妈这能上能下的 你不用担心 这个事啊 由不得他林家 姐夫 走吧 我 请你吃饭呢 我还说跟他吃饭呢 那回头多睡会 回头 回头你请我们俩 我凭什么请他呀 这是他的好日子呀 咱爸也认他了 是不是 不是 爸认他 嗯 根本不可能 你瞧 你没看电视 电视都转播了 全世界都认了 咱爸也就认了 不是 咱们不替他 不替他行吗 不替他 你以后得叫二锦夫了 他一个要流浪的人理他的 是 我真请你吃饭有好事说 你请我 喝点 那行 喝拿点衣服 你喝点 faire 你请我 喝点 你吃饭 我 tomar 你这说的 警官 这要是以后咱俩合作 嗯 我经常请你 好 床 这也得合作 我说你这 打算给我投多少钱呀 那得看你需要多了 关键得是先找个地儿吧 对 是不是 对 你说货都好办 请小杰他们家先奢着拿过来 卖完了再收钱 是吧 太棒了 本钱能省多少 对对 是不是 反正这事呢 我只为你干 咱俩这可真是想到一块去 是吧 你要是留在石阳 你就好好干 你还能换 要是送你下去 我也好投奔你 反正到时候 你把钱往我这儿一投 别在意 就什么都不用挡了 是吧 这可不对啊 既然是投资 收入跟支出 我都应该明白吧 哎 你到底能给我投多少钱啊 你说那盒饭白菜水果 能要多少钱 主要是房子 这房子那是我的阵地 你说张永生这儿 一旦要是不行了的话 我得有自己的阵地呢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大勇 大勇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多冷呀 你怎么不进屋呢 我老婆来了 来了 我老婆来了 来了 老婆来了 来了 我一直在疼你 不过来 你就说起来吧 你看上哪儿了 我走之前盘下来 算是利索 飞梦 你就认准这一棵歪薄树了 这不是歪薄树 那是一棵梧桐树 就等着我这金凤凰往上落 那姓费的说明天就把店卖了 你没听见 他卖八百回都不怕 那店还在那儿放着呢 盯上了 就那儿了 可话说回来 这飞梦一年 钱也不老少了 你有那些钱 干什么不好 非得卖盒饭 没事 咱把这门面房给拿过来 我将来可以在周围 我找个平房 我租个地方炒菜 我到那儿卖去都行 不好的地方 那你总得有个替补的吧 没有 就这棵歪薄树上吊死了 行 你出个预算 我把钱给你留下 不过以后你可不能擅自做主了 听你这意思 你是要当我老板啊 这我投资 我当然是老板 你别说窗户了 门都没有 你投资 你投资这钱 每年咱们安利息 你说多少 你提桌数了 我给你 别在你什么都别掺和 不是 那我投给你 还不如买股票 那你买去 你去 你去 现在这股市 蹭蹭蹭往下掉 你那钱扔进去 连个水漂都看不见 那钱就没了 你去 你去试试 这可是你说的 那可不是 是你不要的 以后想要都没了 我这是给你 创造一发财的机会的 你想好了 你是真这么想 还是端着姐夫的架子来 那你说我到石阳来 干吗来 我玩来了 我都是快拼刺刀的人了 我拼刺刀的人 我还怕什么 我这事一定得干 行吧 我投了 投多少啊 在意 没有调查就没有话语权 是吧 咱个说好了 咱亲兄弟明算账 当你姐夫都成了亲兄弟了 就你这智商啊 也就我敢跟你合作 赶紧背钱去吧 我还是得回忆 飞梦明天就卖了 这是我们在一起 吃第一顿饭的地方 飞梦这个名 还是我起的呢 本来是希望 梦想放飞 现在可到 鸡飞蛋打 卖得挺好 卖得挺好 对 卖得挺好 都好啊 把后路绝了 卖得挺好 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本来想的是 指着老费给我投个前妻 结果呢 老费给了我背后一刀 伤心呢 珠宝店不错呀 珠宝店不错 说了回起它是珠宝店 它跟IT有什么关系 边都不沾 只能是个混饭的地方 混得再好也是混饭 没什么诱惑力 骑驴找马呗 我一直以前是骑驴找马 我找着了吗 没找着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是在跟着老费 在混日子 混吃等次 得过切过 过去我始终觉得说 老费 你把我拐的跑了 你让我顺拐了 现在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是我自己的问题 行了 别问我了 你以后怎么办啊 我爸妈明后天可能就回去 我还是想回去警官工作 你 就打算留下来了 只要咱们俩在一起 什么都不用怕 你真打算留下来了 你不高兴了 我当然高兴 我怎么不高兴了 你可没有白努力嘛 我就说这个有松动的信号嘛 你觉得政策健好 松了 我不跟你都汇报了吗 我说我跟老爷子 我们俩吃了饭了 对不对 我跟老爷子 我们俩聊了天了 我把他散了步了 你看你今天晚上能溜出来 为什么 这不都是信号吗 那万一我爸妈 又还是之前那意思 你怎么办 我就不信了 你是他们亲生姑娘 怎么着 就舍得让你受罪啊 就算动刑我也不怕 我扛着 他们出什么招 我就拿什么招接着 死猪不怕开水烫 多重的刑我都忍着 你是我的姻姻 你是我的老婆 这就是石阳啊 真美 小明啊 你说大勇见着咱们俩会怎么样啊 惊喜啊 来时候也没跟孩子打个招呼 不是不添乱吗 姨 您想想啊 咱们在电视上看点我哥 三千奖金都不要 这说明什么 他生我好着呢 行 这事啊 我做主 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等都安顿好了踏实了 咱们再跟大勇联络 行 这附近可能就有旅馆 我去找房子 然后联系我哥 咱们走吧 好 咱们走 哎 我呢 我要了钱我就去找你去啊 你别着急 这大人还亲 亲什么呀 亲 哎呦哎呦 那什么 行行行 来着 来着 嗯 怎么样 来点 哎呦 没动过这半 怎么这么超活着了 炸手机啊 好吃啊 好吃好吃 有这道菜吗 我发明的 不是 你别闹着肚子在 没什么 这不吃啊 嗯 怎么这是 哎 哎 咱能不能上去上了 你能不能 给杨老板打一电话 咱们今儿先 不去签这合同了 行吗 咱们 不去签这合同了 行吗 什么呀 我是刚从李经理 就信芳 嗯 我刚从那过来 李经理呢 跟我说让我容他一天 他呢 有可能会 给我投那个先期款 嗯 所以 你能不能也容我一天 那干什么 好 要是前期这十万块钱 李经理掏了 飞梦我来买 十万 哎 十万你就想买飞梦了 那就算是 头一年的租金 然后这一年之内 我把飞梦买了 你看行吗 这人哪 得懂得换位思考 我到手的钱我不要 我等你一年 我再拿人钱 到时候你要啥也不是 我怎么办 老飞你笨想啊 这李经理既然 愿意给我掏这前期的 十万块钱 那就说明我软件的 整个研发过程 就可以运转起来了 我上次也跟你说了 三个月 也许用不了三个月 我这个软件就出来了 就可以投放到市场上 就可以见到经济效益了 所以说我用不了三个月 我就能买你这个飞梦了 行不行 你容我一天 你就想要飞梦是吗 对啊 飞梦是咱俩创业的东西啊 飞梦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啊 行 我明白了 那你就这么办 等你有了钱 等你飞黄腾达了 你到别的地儿 你买 你买一栋楼 还买什么买什么 你关于飞梦的牌子 不就完了吗 老飞你是真傻 你还是跟我那儿装傻呢 人跟车是一个道理 使顺手了 谁还轻易换发动机啊 换他了吗 所以吗 等我一天 不等 就一天 半天也不行 怎么着呢 去去去 找杨老板谈去 走走走 你给杨老板打一电话 我还吗 我跟你说 杨老板要是真给我签了 你就认命吧 你给他打一电话 你又不让我吃鸡块 走走走 你真的 你就认命吧你啊 走走走 来 杨叔叔 您怎么来了 董华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 我听说你还要在这儿待些日子 我想过来看来 你说这个 你和小欢这事啊 我是尽最大的力量 可是儿大不由你啊 更别说爹了 挺对不起你的 叔 您千万别说这个话 其实好多事情是人力不可为的 顺其自然才是人生发展最好的方向 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就是希望小欢能够幸福 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得到了幸福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为他感到高兴的 对 这是你给三辆垫的那医疗费 给你 说我说了这个钱我拿着 本来呢是小欢要过来 我没让他过来 拿着 好吧 既然这样这钱我就收下了 这么说 我还有件事想跟您说 我还是希望小欢能够去考公务员 那我先进去了 好 我看什么 快来了 那个 给你给你 干嘛 我得上厕所去 很没这你穿去 你合同在里边你签吧 我这不行了 签可能得你自个签 你不能让我给你签 我去不去 就我我姐我姐 咱们老费呢肚子有点疼 就一会儿过来三半天拿去 那也行吧 等着抓紧 好 不是我都觉得这 这不像是您要买飞梦的合同吗 您怎么给我这么高条件 您为什么要高薪聘请我呢 签字吧 不是签什么字 都没谈明白呢 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杨老板 咱这个 能不能这个合同把我刨除在外 你等于是我是我是代表老费来签这个 飞梦的这个合同 我是要做我的这个软件 我是想开发这个东西 想开发可以开发 只要不耽误我的生意就行 怎么能不耽误 我我到你那儿去了 我还要开发我这个 然后像您说的是 我还不能耽误您生意 问题我已经是身在藏人心在汉了 我两边都做不好对不对 我需要的是一个团队 你可以组建一个你自己的团队 只是要循序渐进 您看您说的非常冷静 要循序渐进 就说明需要一个时间 那么这块时间里边 我是在足建我的团队 做我的软件 还是在不耽误您的生意 我欣赏你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比董行更可贵 你不这样认为吗 是 问题是 是 我这个东西它 它真的不是说 一个高薪的待遇 或者说是 您对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它就完全管用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需要的我给不了你 不是也 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我不需要什么外交辞令 我需要的是真话 你只有说了真话 我才有可能真正的帮到你 虽然我不懂电脑 可是我对人很有感觉 那杨老板说说对我这是什么感觉 我相信啊 我给你的条件 也是你需要的 同时呢 我也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带来超市的汇报 我签没问题啊 前提是 你别让我去 做您那一摊事 你索性给我单立出来一个项目 这么一个部门 我就干脆你就让我干这个软件算了 但是这个东西开发出来 是属于你们 你们的一个成果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这个想法很迷人 要不这样 我和信方的李经理去谈一下 你可以代表我去和他们合作 真的 那这样吧 三天以后我们再谈 不不不不 杨老板 你别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谈的是咱们俩刚才说的那一对事 但是就这个合同而言 我想能不能咱改吧改吧 还是不把他今儿签了 放心 这合同我是一定会签的 可是要等我和信方的那边李经理谈过之后 再决定呢 如果顺利的话 尽量满足你的心愿 不是满足我的心愿 它是满足 我们这老费啊 急等着用钱 她今儿就得回去 她会理解啊 她 她真不会理解 我现在都有点后悔 刚才跟您说这么多 我要不说的话 是不是您就 合同早都签了 钱早都交了 对 那我成什么人了 你说我怎么跟老费交代啊 你说我不把自个儿陷到不义之中了吗 张有生 我不应该为他考虑 你更不应该为他考虑 袁恒人其实差别并不大 不是杨老板你听我说啊 在大致上我是不挺劝的 就这样定了 三天以后 我和李经理谈完之后 咱们再签 杨老板 杨老板 这个 这个店说的归歧是人家老费的 我就是个打工的 你别听我胡说八道几句 然后你现在合同就暂时先不签 你这让我怎么办 我不成小人了吗 对不对 亏你有学问 太幼稚了吧 这是和你无关 我要从我自己的角度全盘的去考虑 废了老板那边 你就让他放心的走吧 天梦我是一定会买的 只是时间问题 再说了 如果这些还没有到手楼前 能够左右他的命运的话 或许拿不到是一种幸运 他并没有损失什么呀 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 你也有这个 又不会 爸呢 去商量这带队回家的事儿了 然后你要不然你先吃点饭 不吃 妈 你怎么还哭上了 怎么了 我这一把年纪啊 真是白活了 你一件事没干 好人就老了 什么白活呢 你什么事办得不好呀 别胡思乱想了 你那个越说越厉害了 你开门 我签了我签了我签了 大友 这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签呢 怎么回事这个 别打电话了 若儿号来了 别打了 打也没有用 杨老板说 这个飞梦他会买的 只不过是要等几天 等几天 我等得了吗 我今天晚上走的票我都买了 这跟女人就没法合作我跟你说 你没解释我肚子不行吗 那样 她 她真不是因为您闹了肚子迟到了 她才不见 那 那是什么 她说要跟信方 谈一谈 跟信方 跟信方谈什么呀 她 你给我穿小鞋吧 是这么着 我呢 说您呀 跟我们费老板这合同啊 赶紧抓嘴签了 怎么签 都别把我扯进去 怎么签都没问题 只要老费觉得合适 她就问我为什么 我就把我所思所想都跟她讲了 她听完之后琢磨了一下 就说 既然事已经到了这一步上 我就在我自己的这个珠宝集团的下面 开一个电脑的子公司 然后呢 让我代表她珠宝城底下的这个电脑子公司的这个名义 去跟信方公司的李经理谈一谈 如果信方公司的李经理愿意跟她珠宝城旗下的这个电脑子公司进行一个合作 那么她就会来签这份合同 就会来收购咱们的这个飞梦公司 听明白了吗 当然 当然听明白了 反正我就说呢 那也希望您尽快把这个飞梦这个合同签了 她说不管怎么着 都还是要坚持等到谈完 妈 我来了 我来了 妈 又妈 这是怎么了 没事 你看我来看看你这是 没事 妈 这是怎么了 妈 妈我来看您 妈 冷截他妈说要请您跟爸吃饭 顺便给爸庆祝一下 我终于和冷截他妈想到一块去了 这顿饭还是我请 我请他们吃饭 就今天中午 小欢啊 你到楼下一会儿订一下菜 妈 这也太快了 妈妈 您听我说 是是他妈呢早都开始准备了 买了一大桌子东西 全都是那些贵的 从昨天就开始忙活 现在也在家里忙呢 人家在先呢 咱们再订好想没打住 是我们家娶儿媳妇 当然得由我们家请吃饭了 他妈做的那个晚上吃 这么多人呢 浪费不了 是浪费不了 可人家在先呢 就让我 我在先 对 姐 我心里想我没说出来就是了 那您没 行了 啥什么呀 什么什么 听妈的 对 妈 你放心吧 我这就去定去 定 定 那个 姐 那个 回头买点正式的礼物 你通知了小杰和他妈妈一声 嗯 嗯 行 妈我去了啊 去 把馄饨吃了啊 妈 嗯 那我就去通知了 通知 走吧 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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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的每个字 都是真的 这些年我骗过你什么呀 老费 我骗过你吗 我一直在跟他讲 我说你赶紧把 跟老费这合同签了 人家不听啊 人家非要等着 跟那个信方的李经理谈 完了再说呀 你说话呀 老费 你别这样 你干嘛呀你 成 这么着 我现在就给这杨老板打电话 他如果不现在就跟你把这飞猛这横签了的话 那对不起 我也不会代表他电脑城底下的电脑子公司 来跟李经理的这个信方公司来谈这个合作 行不行 我走了 别跟着我 没跟着你啊 太好了 再见 你干嘛呀 老费 要这么着 我一个月之内把飞猛给你卖了 然后我把钱给你喂过去行不行啊 老费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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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太忙了 你 您让我干点什么吧 我 我不会炒菜 不用 不用 你现在没吃吧 哎呀 真是麻烦您了 您看 没事 你能坐下吧 行行行 我我我弄点菜还是 我去把这尽条醒 行行行行行 怎么能让他姐夫上 你快点领转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 哎 这点事儿我常干的 我说你看我闲会儿你难受是不是 是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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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来 阿姨 没事 哎呦 我都在战手啊 不用 不用 这点活能用你吗 哎 哎 林准的 那男人有本事 他不用下厨房 那没事儿进厨房玩玩还行 只要有大主意能挺起这个家 将来小杰要是不愿意干活 你找我 妈 行 阿姨那什么样他叫有本事 只要你听 我和你叔叔的就没错 哎 行了 我进里麻去了 哎哎哎 行啦 你明白了吗 你可记住了 咱俩可是要合作的 饭桌上可什么都能说 要是你高兴 没法还有意外生活呢 我发现你这人也够赖的 啊 我出门之前跟你说了 那你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好几公里你跟我来 你想说什么呀 想解释什么呀 有用吗 啊 你又想当那什么 你又想立牌法 饿不饿去 老费我真不是故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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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